听你们这么说 这家中老二把父母留下的东西 全占为己有了 我认为是的 这充足人就改了 改了充足人 那就属于一个人 妹妹指责二哥独占家产 二哥关键时刻拿出铁证 他们兄弟姐妹三人 签了一个协议书 有协议啊 就是长子和女儿 自愿放弃此楼房的成足权 他们都签了字了 对 我没签过这个 谁签的 跟哪个签的 所有的这个钱都给了你们 所以你们也后来非常痛快的 就跟他改了那个的成足人 这是你们权利已经交换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 家长竭力争取 只为孩子上学方便 他们一对过 可能就是他们的学校 孩子学校 以前我们家孩子上学 就被在那搞不成 现在孩子的户口落不进去了 因为是他的户 他的房本了 落不进去不是他的原因吧 谁的原因 十年前的一次交易 看似波澜不惊 却又影响深远 他要住那楼房 然后你们就提出条件 对呀 你得把平房那给我们 是吧 平房那钱你们俩分了 这事就很清楚了 把钱给你们分了 楼房老二说那是我的了 没有 我就考虑到当时他 他那房子几张 我跟我爸分的时候 就有我一间房 你觉得有一半是你吗 对 那给了你这一半了以后 还有户口的问题吗 那你卖我 我爸的家户口 孩子签走就这 我户口真的我没地签呀 那怎么把一半的钱给你 你就有地签了吗 我户口就只能签到我 签到我们现在住的那边了 对所以其实还是有地签呀 有地签 所以其实跟户口没有关系 只是拿着说事而已 重要的是要钱 要一半的钱 是这意思吗 对 这就是我 因为我产生我的利益 三妹呀 等于拿着老二一把柄 这房你要卖 我们户口都在这 你这房可不好卖 那个钱就应该给 如果您的要求来 等下 如果您的要求不合法 可以把户口签走吗 那我也不签走 因为我要我的一间房 那怎么到了今天 这个房子人家买下了 你就说 这有你一间 有你一间 你那一间没了 此楼房的一切的处置权 与户口毫无关系 都已经有了约定了 谁签的 跟哪签的 现在等于小妹呢 跟大哥看着 是不是要跟你分一杯羹了 那有朋友 感觉我那儿 都弄好的东西 就按照这文字执行了 您没有印象是吗 没有 对 一会儿已经上了 他写他说的这个 我真没有印象签这个 在哪签的呀 零八年 再两千年 这个地方都写着呢 你这有这么一签证吗 签字包括你们的手印 都是有的 大家争来争去 都是怎么怎么说的 一签 空口无凭 或者有的写的 写的不清不楚 这是写的最妥贴的 一个文字 我那会儿就问了 我顾后怎么解决 为什么你在拿人家 八万块钱的时候 你不问呢 我们都拿走了 那您没留点吗 不问 现在你们出让的权利了 然后现在人家 拿着你出让的权利 走的时候 然后你说 哎呦 你都拿走了 我目的就是说 孩子户口 能上户口上学 所以你就是在拿 您可能就是 以户口来说事 想要房 因为户口的事 你不能找老二解决 等于房子都给你了 不是都给他了 本来就是人家的 等于就那会儿 我已经把那个出让给他 就已经成事实 已经给他了 完了 对了 你跟大哥 跟这房子 一点关系都没了 你千万别说 你一个人拿走了 本来就是人家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 是心平气和的 现在情况变了 那我们得勿忘初心 而且刚才说了 户口跟你这房子 一点关系没有 户口该签那儿签那儿签 我说你们真都可以 你们盖呼噜 你们都不说一声 我当时人我还没死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 那是卢家三兄妹 家里要有一处床子了 门口就有一个小学 十分便利 本来是为子女上学 提供了很多方便 但是因为这处床子了 兄妹三人却产生了纠纷 就窗户跟前 就是他的学校 小学能从初中 什么的那意思 我们家那窗户 就能直接看着 他那个教室 我不是直戏 就签过来 以后上学 他还是上不了 签也没有用 在前期采访中 记者见到了 卢家的这处房子 房子的窗户对面 就是学校 地理位置十分便利 卢家三妹一心 想让外孙落户在此 方便以后上学 然而如今房子 在二哥名下 三妹的心愿 遇到了阻碍 这一切 还要从十年前说起 十年前 卢家父母君已去世 二哥想要搬进 父亲留下的公租房 里居住 大哥和三妹念及亲情 表示同意 然而十年后的今天 他们对此 却产生了异议 这让一向和睦的三人 逐渐产生了嫌隙 究竟是兄妹之间的 一场误会 还是利益驱使 导致亲情的疏离 第三条解释 正在为您讲述 父母还都在吧 早的去世 马店南村是谁的房啊 是我父亲在的时候 那个单位分的房 单位分的 几居室啊 两居室 还分了哪的房子了 冰箱口 德外冰箱口的 那儿有一套平房 平房 那那套平房还在吗 不在 得拆了那会儿去 拆挺早的 拆了 那补偿了没有啊 那个户口是我爸和我妈 我二哥的户口在 冰箱口 那边没有我们的户口 那拆迁时候也有补偿吧 应该是 我们不知道就 给钱了还是给房了 给 好像给钱了 最后还跟我 我二哥跟我们说的 给了多少钱啊 那好像给的是 19万 那个刚刚说给18万 一万 就是提前搬走补偿 就是好像奖励他们 19万 搬下来 那这钱哪儿去了 我二哥拿着呢 他拿着呢 一直他拿着 我觉得是 给他分了 来到调解现场 卢家兄妹说 家里曾经有两处房产 一处平房 一套两居室的公租房 十多年前 平房被拆 得到19万的补偿款 由卢家二哥保管 如今三兄妹的争议焦点是 两居室该如何分配 那这两居室楼房 也是父亲分的 对 你跟父母是一单位 我我妈 我二哥 我们四个人 都一单位的 都一单位的 那会儿是 你都说按我父亲的 我在那上班 也等我一单位的 反正是他 那个给了房子之后 我接的婚 你在那接的婚 对 你在那住 对 一直我 因为那个我没结婚 给了我等于 我跟我爸分在一块的 您一直在那住 对 我一直跟我爸一块住 那父亲去世以后呢 父亲去世以后呢 父亲去世以后 也是我们一直也在那住 这有几种团啊 完之后呢 等于呢 我二哥结婚了 他结婚之后 你必须得有他一个单独的住处吧 等于又给他分了一个 等于满那个 冰箱口的平房 可是呢 写名呢 都是写到我爸的名字 我二哥呢 那个 那意思呢 就是说 那个分那房 就是给他的 我如果要给你的 那就应该写你 陆宇深的名字 是不是 你要说写爸的名字 那就是一爸的名字 给你的这间房 卢家三妹回忆说 他和父亲在同一个单位 当年分房的时候 因为他还没有结婚 所以分的房子里 应该有他的份额 在他结婚之前 他和父母 共同居住在这套两居室里 如今父母都已去世 这套两居室 也更换了居住者 现在谁住着呢 我二哥 怎么又他去住去了 我母亲去世之后 他那个意思就是说 他没有地儿住 你们得又有房住了 反正之后呢 就是他想住这儿 我说你住这儿也可以 为什么 因为我想考虑 他也是他 有一间楼房 依据是 确实孩子都二十多岁了 也不方便 我说你住就住去吧 那等于三妹 你们一家的搬出去了 对 这个房是什么性质的房子 成租房 交房 交房费 公租房 对啊 那现在呢 我二哥买的 买下来了 什么时候啊 具体买的 我还真不知道 哪年买的 你都不清楚 我觉得买了 好像已经有三四年了 一四年 一几年那会儿买 这人那会儿 冲租了四五年 还买了 买下来了以后 落在谁名下了 落在我二哥的名下了 落他名下了 等于是用你父母的公灵 还是用谁的公灵买的 不知道 没跟我说过 我觉得从原的话来说 那么二哥之所以 能获得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和利益 是当年大哥小妹有所让步的 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尽管有些矛盾和纠葛 但是二哥还是要充分的体谅 或者对大哥和小妹的这种情感 要表示一种感恩之心 据了解 这套两居室之前为卢家父亲名下的成租房 在卢家父母去世之后 大哥和三妹念及二哥生活困难 便同意了二哥再次居住的请求 并且于2006年配合二哥 变更了房屋成租人 2014年 二哥有了想要将成租房 买为私房的想法 也正是为买房这件事 兄妹三人的感情开始有了嫌隙 我是能合作女朋友 在这一点方 没合 我真的没说为了你这钱 我跟你经济地讲 这妹妹问你话呢 你要复合我 我做不了主 你跟大哥跟这房子一点关系都没了 你欠比说 你一个拿走了 我姑姑真的我没地儿签呀 那怎么把一半的钱给你 你就有地儿签了呢 所以其实跟户口没有关系 只是拿着说事而已 重要的是要钱 现在等于小妹呢 跟大哥看着 是不是要跟你分一杯羹啊 因为他那会儿上我们单位 跟我去过 上我们家三次 刚才说这房子可以买了 我说行 我说跟你说了吗 不是听着呀 说可以买了 我说行 完之后呢 他说得找去 我说那 因为我是六厂职工 他那会儿我二哥 已经调出六厂职工 我说那个 我帮你找找去 我说因为我是六厂职工的 可以找他们呀 等于你二哥找你去了 不是这房子可以买了 你就说那你买吧 我跟他说 你要买可以 就说咱们最后 我的户口 你跟我商量 怎么户 因为我们家 我孩子 我带户口 我还在那搁着呢 你买可以 我这户口怎么办 对你商量 你怎么办 这户口 怎么办呀 对是不是啊 等于我第一次问他 第二次告诉我 说不行不能买 我帮你找找 第三次问我 我说你 那种时候你也说一事 这房子户口 咱们你说一事 怎么解决 怎么说的呀 等第三次 再其实买完了 那是不用你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结果他通知 这两天就去买去 等第三次来 再上我们家问他 我说那个房子怎么样 买完了 不是买完了 我们家那户口呢 买完了不就归你了吗 对于二哥 想要买房的想法 三妹起初表示支持 但是由于自己 和大哥的户口在此 所以三妹希望 三兄妹 把户口的事 一商量清楚之后 再买房 然而卢家 三妹告诉记者 二哥最终 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将房子买下 这让他和大哥 十分不满 那么对此 卢家二哥 会做出怎样的解释呢 好 欢迎回到 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 现在来到我们现场 那是卢家的老二 卢玉申 欢迎您 您今年有 五十八 五十八了 原来家里那平房 是你住着来的 我住 后来拆迁了 拆迁以后呢 分了钱了 分多少钱啊 十八万 十八万 他们说十九万 那个一个 就是一搬家费 那几万 那就赶我奖励的 知道 跟我没有那个 没互货没关系 那后来 你为什么要去 住那两居室去 那会儿 我父亲去的时候 就说 以前就说过这个 有我那儿 应该分三居室 他们咬 他说给你摘出去 给你摇一平方 摇一两居室 把你给摘出去了 那平方给你了 给我 两居室 老爷子他们住着 那里边有你那个 三妹一间 不说一间 他有他居住权 他没人结婚 他会有人居住权了 有他一居住权 他可以住 我哥也可以住 我也可以住 人家我们的 我问你单位的 单位不结婚 女的就给他 他也是你们一个单位的 等于单位分房 不也得给他解决吗 他没结婚 没结婚等于不解决 我哥 我哥退婚了 他在皮铁厂 人家不会解决 他不是你们单位的 不是单位的 卢家二哥认为 当年单位的分房 属于公租房 所以三妹拥有居住权 但并不意味着房子 就属于三妹 卢家二哥居住的 平房拆迁 他没有了居住 于是他和大哥三妹商量 搬进父母的两居室居住 不久后 兄妹三人 一起配合 将两居室的成租人 改为了卢家二哥 兄妹齐心的举动 令人欣慰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了 后来我说的 我说你买完了不行 那我们的户口 还在那搁着呢 我们的户口怎么办呀 一给我姐姐户口啊 那你想怎么办呢 我们家孩子户口在那 还是上街孩子落户口 等于有孩子了 那户口落哪啊 没人落户口 你主要是户口的麻烦 对 只有我们孩子 他要二胎以后 上去等待 这个房子你有什么要求吗 房子 他后来那天他去了 我二嫂子说来的呀 他想卖那房子 卖那房子 完之后把他们家 那个一趟 一居室那个也卖了 上外头再买些 还差一百多万 还不够呢 卖这房子 他跟你商量什么呀 就是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 闲聊天 根本就说 说想把那房子卖了 那会儿是 春节水 说过一会儿 开小时候 不行给房子卖 我买个大点 你说什么呀 我没说话 没说话都能过几天 我二哥上你家来了 我问我二哥 我说那个 你要是说卖房子 那我那一间房 你不是把我那房子给卖了吗 你说你那里有你一间 对 分房六厂 分房有我一间房啊 对不对 他说什么呀 他承认有我一间房啊 他答应了 他是有你一间房 所以就不卖了 是有他住的地方 没说你什么 没说给的地方 你说住 我们始终反对 人户分离的 这样的一种管理状态 那么作为户口 该迁移的一方 没迁走 并且以此为由说 自己对这个房子 是有相关权利 这个说法是 没有法律依旧的事 是依据的 多年来 卢家大哥和三妹 以及三妹孩子的户口 都在这套两居室里 随着两居室的成租人 变更为二哥 二哥又将房子 买为私房 户口问题 就成了三妹最大的心病 在听到二嫂说起 要将这套两居室 卖掉之后 三妹更是难以接受 您现在没法解决 只能 我们家孩子三职了 不能说不要孩子 那孩子户口上哪 将来以后上学在哪上 你们家孩子户口不在里头呢吗 和我们家孩子上学 没法落户 上学上哪啊 你想上哪啊 我们家那个说的那个 他等于对过可能就是他们学校 孩子学校 以前我们家孩子上学就被在那 我们家就能听他们家那个教室 上个 你那意思 现在孩子的户口落不进去了 落不进去了 因为是他的户 他的房本了 落不进去不是他的原因吧 谁的原因 您觉得是谁的原因 我觉得就是他们的原因 是他不让你落 不是他不让我落 还是你落不进去 你买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呀 大哥你是什么意思 他们俩没有问题 我就没问题 你没有户口问题 我户口就在那 别在那马家那天 你对户口有要求没有 我没有要求 没有要求 你对房子有要求吗 房子老家该怎么分怎么分 你认为是老家的 肯定是老家的 你想怎么分 按着国家法律 法律怎么定的你清楚吗 我不清楚 不太清楚 对 那就听我们的律师说 对对对 那听你们这么说 这家中老二把父母留下的东西 全占为己有了 我认为是对 这冲鱼改了 改了冲鱼 那就属于一个人 这套两居室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 距离小学不足百米 是十分珍贵的学区房 也正因为如此 卢家三美才迫切地希望 自己外孙的户口也能落在这里 方便以后上学 然而如今二哥将房买下 成为他落户的最大阻碍 这让他十分生气 他和大哥甚至认为二哥独占了家中的财产 本身这个房子 后来那天我说 我本身这个房子就没有你的户口 什么事都没有你的 你非得上那儿想占我的东西来 听到那哥俩说的了吧 好像家里这财产都让你给得了似的 我觉得是 等会儿 变更成租人之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你那十八万是怎么处理的 摊好以后上他们去弄完了 我说十万 我说那十万不能要两处完 这只要一处 平凡我说平凡给你们 你跟那哥哥和妹妹说了 这么说的 他们俩同意了 他们俩同意把钱拿走了 等于又同意你过户了 变更成租人 变成你了 这就是我们仨一块税单位 那你当时想的还挺长远的 把这个分的这个拆迁馆给他们哥俩 两居室归了你了 那会儿不认为成租发黄了 那时候也没想那么长远 就是有地住 有地住完了 那现在可值了钱了 值钱不管用 管什么用 卖也卖不了 你不是说要卖吗 开玩笑说 卖卖我上哪住去 这开玩笑了 这就开玩笑了 他们说你还有一套楼房的 有一居室 对啊 你怎么说没地住啊 那我还有孩子 我还有结婚了 他住那儿 孩子得有一套 要完这两居室 他也没正经在那住过 二哥说 当初他希望搬进父母的两居室 大哥和三妹的条件 是将平房拆迁补偿的 十八万拿出来 他表示同意 所以十八万早已被大哥和三妹分走 如今两居室已经被卢家二哥买下 他坦言自己的生活并不富裕 对于三妹十分在意的户口问题 他也表示很无奈 那现在等于三妹说 你能解决吗 他那户口问题 我哪解得了 问题在哪呢 他人所人不一上 弄不了 我哪弄不了 他跟你商量过这事吗 他也提过这个 我说那我弄不了这个 但是他刚才说 那房子里有一间是他的 你认可吗 那不认可 那时候开玩笑的时候 我说你不行改房本 就是你的 开玩笑了 对于三妹希望外孙落户两居室的想法 二哥表示 他没有权利做这个决定 同时他还提到 当年平房拆迁的十八万补偿款 已经被大哥和三妹拿走 事实果真如此吗 您当时那个平房那边拆迁是吧 拆迁税值多少钱 十八万 十八万 后来给了大哥和三妹 那给这个钱是 您自己自愿给的 还是他们提出来 他们说 你又要 不能占两处房 他说 你只是占一处 他又你要占 你给你钱给我们分了 那个平房拆迁的时候 那钱自个儿也拿着呢 对 没给你们吗 不是后院给我们的 因为他怎么 你看 因为他住我这个房 因为他住我这个楼房来 就怕但是俩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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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